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連戴明 很恭喜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 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關於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其實最主要是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政府 某機構某人某事對處理的問題 大家發思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真真正正找到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以及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建議我們每個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當事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一向立會的宗旨 都是想提出為何我們人類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整天搞來搞去都是搞不得清的呢? 其實是有一些很簡單的道理在這裏 其實我們身為一個所謂專業的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有些什麼問題 都是認為要需要專家去處理的 往往如果我們真真正正去看 心一神態度呢? 其實很多問題的根源都是一些所謂專家 一手制造出來的 我們很多制度上的問題都是一些所謂專家做出來的 當然專家其實在所謂幫助為香港一般大眾做事的同時 最後他都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我們最近看到香港內地女士來香港30元的問題 都醞釀了很久了 亦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我們上次跟盧永樂都說一下 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呢? 你再看一下 我們香港更好大人道的主旨之下 我們看到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 現在企圖去解決問題的那些專家 提出來的方案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怎樣做 在做什麼呢? 例如企圖去盜絕或者阻止內地苦人 來香港30元 他們在關口派著醫療人員 去看著那些孕婦 去量度他的肚子 如果他用眼看到就會請你過來 要你有一個預約的信件 在香港無論公立或私立的醫院 有一個預約的信件 來出事 就會讓你過關 如果你的肚子大約七個月 那他怎樣來 用眼和馬尺檔下 這是一種手法 還有什麼手法呢? 那他不是要你內地的孕婦 如果你要下來香港生小孩 要有一封預約信嗎? 預約的 我們香港的問題是誰呢? 是因為他沒有預約信 那問題是否 因為內地的苦人 沒有預約信 來到香港產生小孩 所以這是問題 很明顯 那問題不是這裏 那他最主要想賭絕 那他就不給你一封預約信 意思是他有一個配額 他現在做了一個配額 那他還做了什麼呢? 給你配額嗎? 即是他都可以的 即是他那個配額 譬如今天又開了一個記者會 醫管局開的 他說每間醫院都有一個quota 他說一定滿足了本地人父的需要 那他那個配額會有多有少的 因應那個需求 因應他能不能够處理那個能力? 是的 那譬如你那些孕婦 譬如你內地那些 譬如假設三個月 那你有了三個月 那你下來去預約 去公立醫院或者私立醫院 預約 那你要給三萬九 如果公立醫院 即是公立醫院 即是 打算他拿三萬九就可以解決那個根本的問題 沒有解決的 他叫做 拿多少行政手段 即是他盜絕那些 其實他講來講去就是 他沒有拒絕到那些孕婦 不過 即是你不要突然進來 我們急症室 即是我們沒有你的資料 要做產前檢查 那他在中國大陸 是不是也沒有做過這些產前檢查而來呢 那你是不是有沒有任何的資料 顯示這些人妇 是來香港生 這樣生法 是危險程度高很多呢 有沒有任何的資料 是證實這種說法呢 他即是覺得 你知道 入醫院 他沒有你的資料 那 覺得 不是未道而 這樣 那跟香港這個問題 有沒有關係呢 是的 我也有想 你再提高的服務質素 不是 我也有想 譬如撞了車 或者撞了車 那很多時候都沒有那個人 那個人的資料 那你都要先搞了 那有什麼分別呢 即是他覺得是辛苦一些 難一些 我相信 問題在哪裡 即是你看一下 即我們經常這樣強調 為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呢 就是很多人根本都 講不出問題的根源 或者他都看不出問題的根源 他的意思 就是想有條理 這樣來處理 即是可以有控制 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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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額 他的額只可以做到這樣 即是他醫院多了些額出來 就任由你用 那你不能夠說 即是打尖 這樣 你立即 我要生 這樣 就突然這樣 那他就 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個問題是 是哪個問題 即是我們從頭到尾想做些什麼 這個最大的問題是 在哪裡 即是中國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生活水平 相差太遠了 很多人說 為一個小孩好的時候 就來香港拿出生紙 那他將來的機會 成功的機會就大很多了 因為有面带教育 又有香港的地位 又拿到BNO 和PASSPORT 是 Jorge Sir 我要補充 其實現在開始又不是這樣 又突然又少了很多人 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就不關我們那些什麼醫療制度 這些 剛才我所講的那些 那些措施事 原來 我們祖國 講了一句 不是 他沒有打壓 即是戶籍問題 他說 如果你在香港生 沒有問題 你就生 公安部都沒有阻止你 是 在北京開記者會 他說 我們不會有措施阻止的 你就去吧 我們發那個傷情證給你 是沒有設限的 只不過 只不過 如果你在香港生 你拿了香港居留權 你國內就沒有了戶籍的了 這樣又怕了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問題呢 由頭到尾 我們那幫所謂專家 想出來的答案 是從來都沒有針對問題的根源 沒有啊 只不過做出一些事 結果是自備自己的 是啊 對啊 即是我們整天這麼簡單 為什麼大家 了解這麼簡單的道理 其實很多問題 是很容易提得穿的 他做了那些手腳 最終最終 是令到他自己 更加在這個危機 更加從中取離 是完全沒有為香港人 撤到一件事 是能夠阻止 有效阻止別人來 其實最終的目的 你都是少 即不想這麼多 國內的孕婦來 這樣說了一句 嘩 突然少了這麼多 現在措施都未實施 其實這個重心在哪裏 重心就是 我們只要讓他們知道 你不是香港人 你是外地人 你是香港父母都沒有任何人 你是不可以成為香港的公民 是這麼簡單 重心在這裏 你做了這些其他的手腳 怕他有危機 有危險 所以服務質素會改 整個措施的設計 為他製造多些生意 現在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 一個個離開公立醫院 離開了 當然是好運 我經常這樣解釋 為何我們不能夠 以爛所謂專家 為我們人解決問題 因為專家由頭到尾 的問題 都是利用這個機會 是更加自肥自己 不是的 他不認 是這麼簡單 我告訴你 Doctor 講開就有少少興奮 香港沒有人有 有少少興奮 我那次在互動電視 那位陳耳誠 他是醫科醫生 香港醫學會會董 我說 我教他們 不如政府這樣 如果你限制 你就有一個行政措施 在那裏管制 這樣說 多些人下來 你們又可以多些生意 不要講 我們不是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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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天 私立醫院 私家醫院聯會 又說 那些私家醫院 還要加個案金 加多一萬 咦? 不是錢? 不是錢? 你收到十萬 問題都解決不了 服務大眾 為什麽在公立醫院那些都走 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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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錢? 這件事 我又再一次 給大家了解 為什麽我們這麽多的問題 會已經解決不了 因為所謂的 那些人家扔出來的答案 永遠不是根據問題的根源去處理 不要用一個專業的包裝 我很清高 我很崇高 我們這些醫療的工作者 很崇高的理想 不要跟我說錢 是呀 你跟他說 有沒有便宜一點 不要跟我說 三萬九 我想你現在十萬 大陸大多有錢的人 即使沒有錢 他都可以借借 重心點是那個 能不能拿到居留權 在現在的 中國處理的問題 重心點就是 你要不要放棄中國的市民權 就是這麽簡單 一針券就解決了 搞完這些 叫人做身體檢查 反而我們突然 祖國這樣說了 咦?又少了很多人 那些孕婦為什麽? 一眼見我們祖國 他自己國內居民 說我們祖國繁榮昌盛 每一年的 經濟增長 雙位數字 嘩 如果放棄了國內 豈不是死 又沒有了醫療 又沒有了教育 那些 以來香港 可能沒什麽混合 你真是想一想 兩頭不多案 是的 就是兩頭不多案 關鍵就是那裏 多頭 傳媒呢 又即時做 做些什麽 不是 他又採訪一戶 在廣州住的 老婆呢 就 下去香港生 老公是香港人來的 但是 又照顧不到兒子 那就帶回去廣州 糟了 入讀的學校 就沒有政府福利 什麽都沒有 因為你是香港人 沒有的 要讀私立 即這樣 就糟了 你知道國內都看到 現在看到了 那就糟了 反而這招還有效 沒錯 因為那個問題 他就沒有問題 他公安部 你下去 就拿香港居留權 不過 你就沒有了國內的 即是沒有了國內的戶籍 你自己想好它 你不要想著有雙重複利 即是比較在那時 你隨時想 是的 如果你說這樣看 是的 好像香港好 但是現在看到國內又好 好很多 其實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根本 已經解決了 即是少了很多人 突然 那我們所有的專關 是怎麽做呢 是做了大量的手腳 是令到自己 是從中取利 是的 你這個危機是賺多些錢 賺多些錢 賺多些錢 香港人要醒覺 大家要 原來這樣解決了 是的 我想說一點 就是這個現象 其實跟那時 97移民危機的時候 很突然去加大美國生日一樣 現在加拿大 就是容許國民有雙族國籍 但現在很多人去了那些 就想搞自己的子女 香港身份證 現在有 我問了一個 退休的移民局做的朋友 他說 都可以的 都不是說不行的 那就是要那個父親或者母親或者一家人 relocate回來香港之後 那就可以辦一個手續了 現在都很多人是這麽做的 住了七年 即香港一向這個 不是 不用住七年 即是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父母是香港人 去到外國 就算你的子女成年都可以 但就是要辦你的手續 還有你要證明 你父母已經relocate回來香港 那現在就反過來 整理完大論之後 現在又要再回來 George 其實講來講去 根本也是一個經濟上的利益 而有史他這樣做 那你就用回這個層面去解決 就行了 就不是什麼醫療問題 那個問題 沒錯 不要又乘機 又要建醫院 建多些殘科醫院 請多些助產市 人工加大些 還要懶大支 我做 給多十倍 OK 大家醒覺 好了 好 那最近呢 就有這個魷魚 雪魚魷魚的問題 其實報紙呢 我都有機會納到 大部分都是講出 很多批評這件事的 那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大家看這方面 有什麼感覺呢 有什麼感想呢 自己怎麼看呢 其實今天蘋果日報的評論 題目就是 魷魚的問題 白馬飛馬 魷魚是雪魚 是OK 他舉個例子 他說如果你洗手間外面 掛著男廁 掛著女廁 的時候 究竟這是男廁 還是女廁呢 又或者 如果你在餐廳 有餐牌 寫著鵝肝 掛著鴨腎 會不會又覺得 好像 有點謀人子的感覺呢 他就說 現在這個 白馬這次說 將那個雪魚 然後掛著魷魚 這個消瘦方式 就等於上面兩個 假廁一樣 他說基本上 在這個 學者和政府部門 很清楚地說明 就是 雪魚和魷魚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魚 根本是不可以 混為一淡 那麼問題出現了就是說 為什麼會 八街車幣市場 作為一間 這麼大型的車幣市場 還要去 所謂的混淆視聽 去賣這些魚呢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可能利潛很豐厚 如果我們這樣去看他 我們要怎麼證實 他在做這件事呢 第一 他有沒有將很便宜的 魷魚的價錢 當雪魚的價錢 先 如果你質疑別人 這個動機 你覺得 李嘉誠要賺這些錢 的 OK 你看一下 如果我們法庭告他的時候 如果我做便會 很簡單 如果你說我是因為 參小便宜 好了 我的來價是這麼多 譬如普通那個雪魚 可能一百元一斤 這樣 這件事是 內價很便宜的 如果我是拿回一百元一斤 那你就可以說 你這個動機 那現在事實上 他是不是呢 這個沒有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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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便宜的東西 又便宜 那你不可以說 別人來到 又用這個魚目運輸來騙你 他只不過 這個價錢是這樣的價錢 那我就馬上多少 用這樣的公道價錢 賣給你 你怎麼可以說他 魚目運輸來騙你 你說這個名字 這樣 那是不是學術上 有沒有這個問題出現過 現在在我們的科學 那個 就是魚類分類學的方面 是否很清晰呢 這個 魷魚 從來不是屬於 那個 雪魚的一類呢 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人家在兩個月之前 當他知道這個問題的混淆之後 他很清楚寫給你看 因為他初初 有些問回 之前吃了 不舒服的人 他初初的時候 沒有豁著雪魚 沒有豁著魷魚這個名字 沒有豁著魷魚 沒有豁著魷魚這個名字 沒有豁著魷魚這個名字 又說別人 不理人的死活 去做這件事 好了 我們再想想 這個雪魚在這個魷魚 在香港出現了多久呢 出現了多久呢 是不是剛才出現呢 不是 我估計都有年多 兩年 OK 好了 我沒有看 很奇怪 如果他出現了兩年 如果他出現了兩年 很多地方可以賣 不只是他可以賣 很多超級市人都可以賣 很多食肆都會有魚賣 我不知道 在食肆裡面 如果我看食肆 買的時候 很明顯 食肆是賣魷魚 看看食肆有沒有菜牌 是有魷魚 大家知道了 誰是作不作弊呢 你可以很容易找到 沒有 我是這幾天 是這兩三天 才聽到魷魚這兩個字 OK 那就是說 在香港出現了兩年 OK 過去有什麼問題出現過呢 有幾多人有這個問題出現過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 在這兩個月 就突然之間做出這個風波呢 那是不是一兩年前 是沒有人摩魷魚呢 不是 因為他 兩三天前 是食環處 那個食民安全中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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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醫生 出來說 這些魷魚 會吃到會摩油 開了一個 職場 然後就 報道 那每個人就 嘩 然後 煮一下 煮一下 雜集體來 雜集體來 香港全部一向都是這樣的 由頭到尾都是做 做來做的 就是這些 炒完又炒 炒完又炒 就是大家用一個常理 你去仔細些分析 不要一窩蜂地來 人家說什麼 你又說什麼 我 有時候是見微知著 我覺得 我回香港了一年多 就覺得 就是 不知為什麼 香港 就比較上 那個 反應 是很劇烈的 對一些事情 但是呢 很多時候 就是一刀切的 哎呀 不要了 不要了 就不准買了 那現在呢 那些 所謂 魷魚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 你要當它有危機 你可以把它轉為危機 那些魷魚 是有用的 可以用來做工業用的 那些魚 其實是一種 比較便宜的蛋白質 如果你能夠將它 分解開了之後 各 盡其用的時候 那就好 為什麼要一刀切 不准買辣 以後都不能吃辣 今天食環處 又要考慮要立法禁售 因為他說沒有這條法例 沒有法例禁售 魷魚 那就越來越多法例 是啊 你用什麼原則 去禁止一種食物 你用什麼原則 危害公眾 當然的 那哪種食物 對有些人 會不會有敏感反應 總之 他現在就是 政府的做法 食環處的做法 就是說他現在沒有法例 他不讓他賣 就考慮立法例 魷魚不讓賣 那他會不會立法例禁止 喝牛奶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 喝牛奶就被敏感 中國人百分之七十的成員人 有牛奶會吐舍 是啊 那如果有些人 喝了牛奶吐舍之後 那是不是牛奶要禁止 是啊 為什麼食煙不禁止呢 你說副作用 不是啊 這些都是 那為什麼不禁止呢 是啊 那為什麼食煙不禁止呢 就是我們香港人 真的要發發出去 就要成長了 我們這些 不斷地一波一波 這些手法 數年前 我自己親身經驗的 田谷堂代 田谷堂代 不要說了 田谷堂代 有些什麼 香港人中招呢 沒有啊 外國的 是一個幾百年 非常安全有效的 一個天然的代堂 然後竟然在香港 跟那個新加坡 新加坡去禁止它 新加坡背後的什麼政治呢 香港人完全都不知道 那整件事是誰出現的呢 他根本都不了解 背後是一個唐廠公司 來推動這個 相反 Expertain 這些化學的代堂 背後的問題是多少 又不見他敢 香港人 就是 香港消費者委員 總美蘭 你看他 消費者委員會建議 集體訴訟 要告 這麼厲害 要告白街 要告白街 因為他人吃了之後 有這些副作用 香港那麼多人吃藥 吃西藥吃死了 為什麼 有沒有聽到他推動這件事 Dr. 容許我講 在這裡講 就不是很對聽的了 一般人 你知道 每個人都疾惡如仇 疾百街如仇 我們這樣講 當然是有些不是很對聽的 我們不是說那個 對不對聽 我又沒有 李嘉誠那些股份 希望香港人 在這方面 真的要學習 不要一窩蜂 完全沒有常理去做一件事 我也是健美之著 我也是在教英文 我發覺 為什麼 那些小孩子的英文 比我們這一代 那麼多 又是一刀刺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譬如 我教他們 怎樣用article A 答案只有一個 但是很多時候 那個用法不同的時候 你可以用A 也可以用D 也可以 但是 那個小孩子 就教他 這個才對 那個才不對 到他 增加了出來 打真軍 要用的時候 就死火了 他受教育的時候 未曾經過一個 正確的教法 這樣就行 這樣就行 不要說對 或者錯 自己要懂得運用 沒有這樣的教育 我們那時候有沒有呢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的要求就沒有這麼高 到我們打真軍的時候 又運出來了 那我 幸運 就走到外國 更加了 就是 那個接觸就很多的時候 知道 那我現在回來再教的時候 就發覺他們 全部都死了 就是 George 這個我可以回應你的 又是些專家 你明明 那些要拿拉審的 你知不知 要教人 要在學校教 要拿拉審的 那班 要拿個教師牌 才搞 那 就是玩到你死的了 你說得對 我不可以在學校教 你不可以的 我只做補習就可以了 三十年前你就可以了 因為你沒有LICENSE 你沒有LICENSE 老實說 我的兄民不知能力 他們 知道多少了 LICENSE 比一個人的增值能力 Anyway 我們社會上是出現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現象 我們希望大家 真的要好好地去反省一下 所以 Doctor 要引述你 剛才說的一個point 如果 政府 要立法 禁受這些魷魚 是因為它危害到 有危害性 如果用這個邏輯 是應該很多事情 都要立法 沒錯 為何你不做呢 為何藥不禁了它 這麼多副作用的藥 死那麼多人 從來不見他 提都沒有提過 提都沒有提過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些專家開 OK 好 休息一會 我們再繼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OK 剛才我說 怎樣 要將一些 新品種的食物 勿取其用 這個其實是一種 危中取機的方法 例如 他們說 那些會吃到人 魚裡面的油 那個品質其實和那些 Castor Oil 是一模一樣的 Castor Oil是什麼呢 是一種瀉油 是一種麻 提煉出來的油 植物油 以前是用來做瀉藥 或者有少許殺菌作用 好了 現在很多人 要用它做工業用 為什麼呢 它是biodegradable 和renewable 種出來的 又可以 就好像其他那些植物的 衍生劑一樣 可以自己在大自然裏面 塵歸塵 土歸土 好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 魷魚 把油提煉出來 或者用焗的方法 把油焗出來 然後才把那些 有營養的地方 經過猜渣過之後再賣出去 那現在呢 是不是好過 現在將要求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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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很浪費 那些 資源呢 那 除了這樣之外 我覺得呢 就是 香港的食物 比加拿大便宜很多 那 為什麼 我們不更加 將我們的好處 我們 本來是 可以行之有效的法例 好好的運用 就不是再立多些法 只是呢 將一些問題解決了它 就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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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要追草責任 追草責任是重要的 但是 更加重要呢 就是將問題解決 有將鑽藝 危機 剛才我和其他各位 在座的 都說過 其實香港是很救運的地方 就是 現在很多外國人呢 都 就是 後序 回來香港做事 那 那 假如我們 和我們的下一代 是接不到鑽藝 的話呢 沒有人來接鑽藝 這一點呢 我相信大家 真的要反省一下 那 還有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 近來 不是有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十五規劃 不是說 就是 十一五 十一五規劃 就說 要引入一些貨櫃車司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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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些 既得利益 那些 那些 提出一些 自肥自己的方案 來的 譬如引入貨櫃車司機 那 我要問 為什麼 為什麼不去 你 為什麼不開放貨櫃碼頭 或者 是不是 只有一兩個 做得 你 你就把貨櫃碼頭租出去 什麼人都做得 的話 那個價錢 自然不會降 就不是說 貴過隔離鹽田港 這麼厲害 貴成千元 剛剛 那些 那些不搞 就引入一些 貨櫃的問題 現在 它是怎樣呢 就是 不給大陸的司機 香港駕車是否這麼意思 他提議 給大陸的貨櫃車司機 來香港駕 就是 可以直接駕到下來 從而減低成本 那 香港那些貨櫃車司機 就沒得到 那 我想知道 香港的貨車司機 可不可以大陸駕車呢 怎樣 就是 香港的貨車司機 不是去大陸的車 要交給大陸的司機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它不是的 它可以駕進去 可以中港兩邊走 是 中港兩邊走 那為什麼 你可以駕進別人那裏 別人又不駕進去呢 那道理在哪裏 但是如果引入了上面的貨車司機的時候 它的目的其實是減低成本 它照收你這麼貴 成本低了 就賺多些 但是香港司機就沒得到 這就是最重要 如果可以引入到司機 它又可以引入民員 任何的它都可以引入 就是為了減低成本 那到時香港人就 真的地道的香港人 想賺錢就很艱難 就好像醫療也是一樣 是不是 所謂的專業就是這樣 都是有的 這個問題不是司機的問題 所有專業人都在做這件事 大陸的中央都不可以做 意思就是 譬如貨櫃碼頭 我都 我都講 我都在不同的場合 講過 你最重要為什麼你不開放 其實最重要是 你的貨櫃被壟斷了 所以價錢這麼貴 貨櫃車的人工是佔很少的 那為什麼人家便宜 一來一來 他那些人工成本地便宜 我們香港公務員體系 養這個公務員體系 很貴的 所以每樣都貴 就是這樣 其實我都挺歡迎的 不如中港融合 算了 壓低成本 我便宜了 所以賺少一點 其他人便宜了 沒有所謂的 好過現在這樣 越來越貴 我反而是這樣看的 那些事情 陳建業說 陳建業說 因為George所提出的這點 為什麼不將它 它用在其他方面 原來在台灣 曾經流行過吃魷魚減肥的 這個也是在蘋果上說的 其實這些魚 俗稱的魷魚 是叫做二輪蛇青 或者叫做勒輪蛇青 香港的海產業人士 俗稱為牛油魚 每磅十元二十元 是比較便宜的 即是說這種魚 其實是屬於吃得的魚 但因為它肌肉和內臟 含納質的油脂是多 即是這種高濃度的油脂 很多人的身體 是沒有辦法將它化解的 你需要很多的膽質 所以會變成如果你的身體 膽質量不夠 你是化解不到油 所以會出現這些 吐舍的現象 所以說 這個現象 是在台灣用來減肥用的 其實西藥很多都是這個情況 你看到很多的藥 有很多副作用 其中的副作用 應用在醫療方面 它便將副作用成為醫療的作用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講開台灣 台灣怎樣用這種魚 幫人減肥 他曾經流行過 可以比較香港和台灣兩方面的處事方法 台灣見到那些 用它來摘一筆 這種方法 其實是跟西藥那種 Olicclaw 或者叫做Sanical 是完全一樣的 不是很多 年前有一個很年輕的導演 他是吃這個Sanical 是用來減肥的 用來減肥的 這個西藥你可以查藥 是有這個西藥的 有的 是被人特身去給 但是你吃這個西藥的話 就會不夠維他命ADEK 為什麼呢 因為維他命ADEK 是用於油的 你把所有的油出來 就是不夠維他命ADEK 你就要吃維他命ADEK的補充劑 如果你反而吃這些 柔乳可能這個問題不會出現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柔乳裡面 例如油裡面的維他命 是很豐富的 他知道有些人會 因為他身體的處理 那個油的能力差 他會有吐舌 不是個人都是這樣 你最好看報紙講的資料 我也完全在報紙看的資料 我想一想 我講台灣和香港人的處理打法 那台灣人就比較常說 嘩 見到嘩 嘩 就是西藥也是這樣用 是吧 有很多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是對的 就叫作用作用 ACT也是 ACT可以治癌症 早期是什麼呢 早期是醫癌症的 他發現醫癌症之外 有這麼多副作用 但是這個藥 又可以對付癌症病的症狀 他是這樣用的 其實很多醫療家 都是這樣做的 Seneca 這是一種西藥配給你 或者是讓你卸油 大驚小怪 你看看大事標題 萬人向白街索償 我很想知道 這一萬個人 過去兩營裏 有哪幾個是磨 你看他資料 另有三十個人 要求賠償醫藥費 我不知道是否一萬個人 裏面有三十個人 是要求醫藥費 好了 你看看消費者委員會 至到一百五十宗市民 進食魷魚 後不適的提出 一萬個人 萬人 萬人走去叫賠償 可能吃的人不止一萬 你看看數據裏面 真正正走出來 如果說到問題 一百五十宗 在消費者委員會 三十宗在醫療賠償 即是搞什麼的 香港人 在這裡玩什麼遊戲 可能是傳媒誇誕 就是了 整個香港的風氣 就是這個問題 為了一個 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去做 雙氧水 大家香港人 個個都記得雙氧水 雙氧水怎樣不好 這個教會 這個邪教 利用雙氧水去毒害他那些人 即是 我心想想想 如果基本上 有少少common sense的人 都會想想 如果一個教會 他的目的是要招攬教友 他會不會有這種手法 給你毒藥來 毒到你病 從而希望你會入他的教會 即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香港都從來沒有人想的 不論西方的傳媒 英文報紙什麼 個個都是一面倒來攻擊那個教會 我不管教會的教義怎樣 他是很成功的 很明顯 他是數以千屆的教友 他差不多我認識的 香港的基督教會裡面 他應該是最多的教友的地方 一個人做得很成功的 你說人家是用這些手法 邪教 來毒害他的教友 我心想 你會不會 你用這個常理 你要別人加入會 你會不會拿去毒一下他 毒到他病 毒到他餓 他會信服你 不理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道理 從來沒有人去想想 這麼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要站過去 辯護 即是維護雙養水 都當你是殺彈你了 就是這樣 香港人真的要好好的去 不過不要緊 過了兩個星期 就不了了之了 沒錯 有另外一宗 你要告誠哥 他一定跟你玩的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十元 你不用的 你小額錢債 你試試跟他索償 你夠膽地跟他索償 你不是整班人去告他 沒有問題的 就算他賠了給你 賠不到 就把那些錢轉價去那些消費者 如果以和黃集團這些做法 一定不會賠錢的 他一定 如果他輸了 他一定上訴 你上訴就有時間你玩的了 來吧 那就是我們不要說 用銀子跟你玩這個 所謂的法律的遊戲 令到你得不到公正 那這個香港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暫時我們沒有機會去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到 那你說他什麼呢 你說他工業用途 那樣 我說椰子油也是工業用途 很多食物的東西都可以用工業用途 現在今時今日 現在電郵不夠了 那用酒精去行車 酒精是哪處來的 是借那裡來的 那借也是食物來的 也有工業用途 那為什麼會弄這些 這些 我真的想到真的會害怕 因為他有工業用途 那所以就有問題 Dr. 飲豆漿 飲到肚子不如禁掉 總之我的經驗裏面 大包很多 鼻敏感的小朋友 然後我叫他一停止喝牛奶 他鼻敏感就自動好了 醫了成績很多十年都是這樣的 都沒有人說出來 那麼簡單的道理 對食物敏感 對外國有一個很大的研究 七成的亞洲人 他用台灣做實驗的 亞洲的成人 七成是有食物敏感的 他有輕寫這個問題 OK 至少有五成的黑人 大概有五六成的印度人 都有這個問題 那你不能夠說這個食物對某些人 會產生這些不良的副作用 那你就說這個食物不能吃 其實如果用這個原則 其實香港很多食物都應該禁止 香港沒有什麼食物 Doktor 我覺得這件事 有一個很大的得益 有一個 有一個 得不得益我現在不知道 我已經估計到有一個很大的得益 是其中一個政府部門 就是食物安全中心 就一定要抗大家增併人手 其實現在他真的正在做這件事 是啊 那原因是怎樣 哇 這麼多獨裁 不夠人 做很多食物標籤法 是啊 已經討論了很久了 據我所知 這個食物標籤法 在立法局辯論了一段時間 基本上大部分 大多數通過 有兩個人就好像是棄權之而之類 大家有沒有想過 食物標籤法 你的目的是想怎樣 你的目的是想 想食物安全一點 或者你希望一些人 吃到一些營養好一點的食物 我也想背後 想知道他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 我記得大概一兩個月前 在公司接到一個電話 一個南華早報的記者 很急的 他說我快出去 所以要和你談 因為我四個小時之後 我要交稿了 那我有什麼想說呢 他說 他想說食物標籤法 其實他當時的原意就是 香港政府真的離譜 這樣的食物 我們的標籤法 經常都遲遲不出 那麼大的問題 總之是拖提拖去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 食物標籤法背後 有什麼問題出現 如果你的目的是 希望人們吃安全的食物 其實香港都有法律 你給危害的食物 全世界都有這個法律 你會罰它 不是說你弄完 你把食物有多少營養 多少什麼食物的營養 這個就會保護到什麼呢 這個等於營養會好些 我給我解釋給你聽 這些標籤法 是什麼食物最容易做得到呢 就是這些人工的食物 合成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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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他命很準確可以寫到多少 蛋白質可以很準確可以寫到 天然的食物根本是不斷地會變 你家製的食物是不斷地會變 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這些 好了 這些標籤法 結果會鼓勵這些大工廠製造 這些人造的 所謂合成的假的食物 全球全香港人 就只能夠買到這些 合成的人造的假的食物 因為這個標籤法 很準確 那些就買不到 沒錯 你其他的 我天然的食物 待會高 蛋白質高一點 少一點就死了 那你不會被人告 因為標籤法會被告你 結果製造的 很多垃圾食物出現 大家要想想 其實我們 因為你做一些 害到人的食物 我們一向都有這個法律 全世界都很可憐 那為什麼我們已經有 現有法律 你不去用 你再去做這些 叫人家 原產地做什麼 香港這些 這些法律都會有 那是不是 改善得到 你看看外國 很多這些法律存在 那這些食物的問題 是否解決到 你看看美國 那些人吃黏肥的人 多少 因為那些人只能夠吃這些 很標準的 很標籤看到的食物 那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對香港人會好呢 是不是會令香港人 吃到一些健康食物呢 根本就完全 都不會一回 這樣的事情 這些根本是大財團 大公司 是用這些手法 借以保護香港人的 要裂掉裡面的 要裂掉裡面的 標準的食物 要標準裡面的成分 簡直 香港人 每一次都是中這些招 結果做出來的現象 就是大財團做一些假食物 很標準化 那我們一次又一次 希望香港人 看東西 真的不要看表面 他背後 當時我跟這個記者說了之後 他沒有聲音出 我不知道他怎麼落筆 我覺得 他最初就是要我加強他的訊息 但我這樣說了之後 我相信 我不知道他那篇文章有沒有寫 我沒有去買那篇報紙去看 他有沒有寫那篇文章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做一些好事 其實最終最終 相反地 我做了那些無謂的壞事 所以有時候 我們香港社會 越來越 越來越 這麼暴淚 好像今天的社評 不是有個數據出了嗎 家庭暴力 大升八成 有些社評問 為何香港人 不是經濟好 為何越來越暴力 其實我來講 那些項目都說了 就是有些項目都說了 最重要 亦都是 這個政府 就是 就是 越來越有錢 越來越膨脹去管我們 經常去管我們 有篇 有篇 近 星期三左右 有篇 社評 蘋果評論的社評 都挺好的 馬興 不如你讀出來聽一下 好 嘗試一下 題目就是 減稅是為香港民主鋪路 他說 這個星期初 新加坡的最高領導人 李光耀 就要減這個企業利得稅 好像減1% 對 因為他說要提升 競爭力 對付香港 其實 這個只是 表面的東西 他又認為 其實減稅 本身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 減少了這個 政府 官僚架構的 錢多的情況 因為現在的問題 官僚不斷膨脹 因為現在的問題 官僚制度 所浪費的金錢 其實是很龐大的 以及官僚中間亦都會互相鬥爭 而最終得益那個 反而不是香港的市民 他做了很多 數字 審計署 他說 審計署 用了7620萬 用了112人 來編收17份 衡量工量值息審計報告 每份報告 平均成本有400萬 名副其實 叫做自治千金 嘩,厲害 厲害嗎 那問題出現了 通常官僚的問題就是 我今年給你400萬 你用不完 明年我給你少一點 他們一定會用一個方法 用你給他們的資源 用了預算 讓你下年還可以給多一點 這個問題出現了 我想不只是香港 只是全世界都面對 加拿大 面對這個問題 他們很難想像 一個政府 可以變成一個小政府 當他越來越大 他越來越做很多事情 正如我們所說 立很多法 做很多事情 無謂的法律 無謂的法律 然後又要請一班人去執行 沒錯 變成越來越大 也可以說是 沒言沒了 所以現在他就說 其實減稅 也是為了香港民主 可以鋪路 這個其實 這個看法都挺特別 也挺可惜的 你看回政黨 大家有它的減稅的原因 很多時候的減稅 說我們現在已經 盈餘很多了 今年都有成 好像有400億 預計 2012年 財政的儲備 會超過4000億 這些預計 是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我們過去 都見過 有高高低低的 我們用很多這些 其他的理由 因為我們錢多了 要還回市民 但其實李兆虎 寫這篇文章 其實李兆虎 我也請過他來 談過 他是施治山學會的 一個幹事 他們有他的觀點 一向是贊成 其實政府是要小 政府一大 錢一大 就會製造多些 部門又會繼續大 大家通常是在競爭 不是有效率的競爭 誰的效率高 通常是權力的競爭 你錢多 你便控制其他人 他說 要我們香港人 為民主鋪路 其實大政府 通常會出現很多制作 雖然我也不覺得 一定是政府越大 民主一定會少 也未必一定 但最重要 很多時候很明顯 香港用在政府開支 可以說全世界的比率是最高 高 差不多20 我覺得我們要減稅的原因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庫房 多了些錢 最主要我們要一個更加有效的政府 希望香港是更加一個 保持我們最高自由的地方 香港現在暫時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 我覺得香港的潛力很大 香港是很救援的 我覺得香港可以在很多地方 包括醫療、教育 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模式領導地位 我們不需要盲目跟隨其他 全都沒有成功例子的國家 這是我們香港的更加大行動 香港出路 希望幫助香港人看懂這方面 我最近看一本雜誌 裡面介紹的一本書 那本書是一個居住在巴黎三十年的華人 所寫的 他說法國不再浪漫 其實法國一點都不浪漫 還有他說很多人不做事 他都說到 他說那些人不做事是因為高稅率 稅率這麼高 我做來幹什麼 那就個個拿縱援 拿福利金 而且那些人也是很沒禮貌的 所以最近法國政府出了對付自己國民的 一本類似小冊子那些 派給遊客 是對付自己國民的 派給遊客 是啊 你知道一般人 譬如日本遊客 或者東南亞 或者其他國家 他不認識他的法文 那他那些本土人 就經常侮辱遊客 侮辱外來人 做些手勢 那你又不知道 這樣他 其實是很沒禮貌的 法國人 他說差不多跟中國 我們祖國同胞都不相伯仲 因為他不壞 所以法國政府出了一本小冊子 去講他們的手勢 在做些什麼 那你教你 用手勢來弄他 這個 不過他有幾個風趣 果然是法國 說起我又聽聞 日本有很多遊客 去完法國之後 就要去看心理意義 是啊 精神病 為何呢 too shocked 他們想著法國有一個 很浪漫 誰知成器咬屎 對不來 好像跟他想像 差那麼遠的時候 不但失望 即是 驚訝到 就變成有些 很激烈 就去看精神醫生 即是去羅法國 被法國人侮辱 是啊 是啊 我亦都認識香港 因為法國女士在香港做了很久 她是一個美容界很出名的 她是很不喜歡回法國的 即是她是很不喜歡法國人的 即是她說她們很自私 很小家 她們常常有些自大 是吧 即是她自己是一個法國女士 在香港做了很多神營 有一個 即是我們在加拿大 當時也有流傳這樣的事情 她說 即是 任何一個旅行團經過 我看看 即是她們那個 即是走了之後 那個情況 就知道她們是德國人 或者是法國人 如果法國人走了之後 沒有垃圾 如果德國人走了之後 是很乾淨的 德國人有紀律 德國和日本都有相處的地方 其實 法國人是比較自私的 你怎樣可以看得出 就是 加拿大灰北黑的問題 他 他不理你 總之 他覺得 有機會可以勒索聯邦的時候 我要獨立 那你一說獨立的時候 聯邦就要撕些錢給你 給他多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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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整一下 有全民投票的時候 就不獨立 整整一下現在都沒有聲氣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知道 所以現在加拿大大金錢 那當然今天 那些獨立了之後 將來沒得睡 現在 阿布拉省那個 塔仙 那些油 其實 那些存量 和 跟沙地阿拉伯是一样的 一样那么多 只不过油和这三个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后 你要提煉的话 就要花很多钱 投资很多钱来提煉 到你花了很多钱的时候 沙地阿拉伯的人 就会降低油价来打击你 80年代试过一次 10元一桶油的时候 Alberta就叫救命 夹它 提煉成本 提煉成本是高很多 沙地阿拉伯不是的 一抽出来就可以提煉 不用把沙和油分开 你要把热水煮油 分开沙才可以用 现在的成本大约是10元一桶 80年代时是20元一桶 你想想 20元一桶提煉出来 10元买出来 你觉得多惨 是 Dr.和Jos 我突然想起 我们突然又说说法国 我又想起 我们本地一个新兴政党 社民连线 是打正旗号 是跟法国社会主义 是吗 是吗 那就糟了 看看法国现在的现象 值不值得我们去跟 是吧 OK 打正旗号 不是 我认识他说打正旗号 我不是很清楚 盧永乐医生 他认为 他认为这个模式是最好的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是的 其实我觉得什么主义都不重要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支付主义 最重要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 没错 如果你跟法国那一套 你就看看现在法国 自由可以聘请或者解雇即刻暴动 他们的失业救济 就成万元 全都走开去 有浮 还有4%、50%的青年人都没有工作 失业率是10%、20% 是呀 那本书是不做事 因为那个税率太高 抽重稅 所以他就不做 做利是给人的 他就不做 这些是有因 社会主义是这样的 香港是一幅地 但我们希望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时间都够了 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继续 拜拜